大家好 今天是8月9日星期一 市市今早就比較反覆 有少少先跌而後升的形態 但整體的大市仍然處於一個等變之中 其實在上星期四、星期五和今早星期一 在日中早市曾經指數反覆而跌穿10天平均移動市 當然到最後的收市是沒有跌穿 看看今天下午情況是怎樣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低下210點到25969點 因為當時沽額是比較明顯的 指數曾經低下25920點 相對上星期五來說跌了259點 這刻是跌穿10點平均移動線 但騰訊、美團又開始有少少技術上的反彈 結果將指數慢慢帶來這個低位 直到現在大概11點 指數1度高見26504點 相對上星期五來說 是升了325點 簡單說全日的波幅差不多 接近600點 570點 8月份的市場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由2號的低位25743點 升到4號的高位26650點 有9807點的波幅 一個月的高低位一般來說 都不會在三個交易電子內出現 指數只要不跌穿25743點 技術上、理論上是會有更加高的指數 讓我們見得到 當然就算你即使是這樣 都是整個月的波幅形態 運行 不是代表大市會進入一個新的升浪 或者一個 技術上的一個大升的格局 這一分鐘暫時看不到 因為成交金額不配合 你看看星期三和星期四 成交金額已經下放 到星期五 更加縮到1400多億 這樣的成交金額 這樣的動力 大市的升勢 怎麽可能會 亮麗 個別的股份其實是比較反覆 好像上星期比亞迪一直受到追捧 但今天曾經跌到260元 在阻止水平 才斷定下來 相反來說 阿里巴巴又有些新元出來了 股價今早也受壓 但現在還拉它在189-190元之間 唯獨騰訊和美團稍微做好一點 沒辦法 因為騰訊佔行指成分8% 美團也佔7.71% 換句話 你權重的股份不行不升 指數很難快放 但以現在這個 技術上的形態 和市況 主要成分股 亦都不可能大幅度的上升 相對來說 港交所已經算是比較亮麗了 但佔行指成分只不過是4.24% 另外 友邦是比較平穩 大部分時間都是92-93元 其實佔的比重也不少 有8% 都只不過是12% 你可以加多一隻匯控下去 匯控都沒什麼跌 仍然在43-44之間浮沉 佔行指成分也7.89% 勉強有20%的成分比重 相對比較穩定 但其他那些仍然略為大遠 說到底 大市仍然反覆而不明 不過整個大市仍然在這刻 處於一個技術上的反彈之中 即是由24,748點反彈 暫時來說都沒有變 因為10天線 始終還未正式失手 最終有三種衍生工具 給大家參考 阿里巴巴的股價 今早少少收額 其實很多壞的事情都不斷在阿里巴巴出現 會不會是差不多 大家不妨留意 不過說真的 就算有少少做好 都是波幅性的反彈 未必會大升潮出現 阿里巴巴有隻牛仔 53113 行駛價是176.88 另外 比瓦迪金組 亦都有 技術上的回套 始終來講 新能力汽車 仍然是市場的焦點 所以我覺得 只不過是一個技術上的回套 走勢未必會太差 這隻牛仔是55145 行駛價是231.08 相關的條款是怎樣 街貨是怎樣 卡入去瑞通網站 看得很清楚 至於大市 來到現在26,400 26,500 市中根本是市場的高位 市村了 到底情況是怎樣 真是很難測 因為成交金額 不是那麼配有 有隻紅症 53 877 行駛價是27,000 大家不妨多加關注 好 五市分析就講到這裡 這就是 吉薄 第八道 什麽 薄 降道 uries ğı 瑞 感谢观看